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有一个说法是他恐怕会周转不领 当然他当然为了他的选举还要继续向前冲 可是他又被判 在未来的纽约市的房地产业 他是没有办法继续来营业的 他必须好几年是要营业 接着他儿子的又被判刑 那么您认为川普未来的整个选举之图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郭总 郭教授 川普的官司是关于他所谓的虚报资产的价值 然后向银行去骗贷款等等 这样一个罪名 这是严重的商业诈骗 这个刑事罪 那么在看到判罚3.5个亿的美元 现在他还有一个上诉 他现在在上诉 所以上诉的结果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司法还在进行中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这次的美国的大选和司法就已经搅在一起了 至少那些支持川普的这些人 相当一部分认为 拜登的民进党政府正在运用司法来对付川普 用司法来阻止川普的参选 因为川普的参选将是拜登的噩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对于美国的所谓的 他们的民主价值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一旦更多的民众都认为 司法是当局的一个工具 那么司法本身就会 他的所谓的司法独立 司法的法治的这个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这件事情的对美国的影响 首先不是因为选举的结果 选举还没有开始呢 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 美国的所谓的司法独立 已经首当其冲 这是最大的影响 欧教授 是我们看到啊 目前这个法环确实是非常高啊 而且呢 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就佼佼 那您认为呢 这会不会对整个川普的事业 或者他的政治前途啊 真的造成巨大的这个冲击呢 因为这个金额 是不是就有可能影响到 他整个巨大的现金流量呢 莫总编 是 莫教授 因为川普本身 他的整个集团 究竟他的资产有多少 一直都没有说得清楚 其实这个官司就跟他这一点的 这个所谓的资产的 他的这个身家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呢 现在这样一个判法 如果说3.5亿的美元 要他在短期内要交出来的话 对他来讲 应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一个难关 那未必 现在拿得出3.5亿的这样一个现金 来交罚款 那么如果一旦拿不出来 他将会面临另外的一些问题 比如会被宣布破产 甚至如果说他进一步的采取一些做法的话 会被法庭认为他故意在拖延 藐视司法等等等等 这样问题 总而言之 这样的一个判决 对于川普本人 以及支持他的人 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何况他还面临其他的一些诉讼 包括一些美国的一些州 都在启动 民主党 党人都在启动一些司法程序 企图来通过其他别的途径 来阻止川普的参选 那么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司 没完没了的这样一个官司 和美国大选的这个推进 同时在进行 所以呢 让美国的所有的美国 很多的美国人 以及国际社会 都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 在这一次的参选里面 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民主制度 民主的选举和司法 究竟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说一旦司法 干预民主选举的话 那么美国的 暴称 它是一个所谓的 民主国家呀 美国的所谓的民主 这个所谓 它作为世界的人类的 它自己所标榜的 那个最自由 最民主的这样的国家的 这样一个东西的恐怕 就会不光自负 就会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一点 那么美国 特别是美国人 他们知道 美国的一些白人 在一些 美国的中部的一些州 一些传统白人州 他们本身就有 很强烈的这种 种族的这样一种倾向 在这个问题上呢 可能会进一步的造成 美国社会的撕裂 郭教授 我们看到川普的官司 至少都还有70个制度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继续狂风滥炸下去的话 您认为川普要走到 选举之路上 您觉得 是不是还能够顺利呢 郭总 有这种情况就是 他最后他并不能够 因为官司缠身 最后他不能够贪选 这是我相信 这是民主党最愿意 或者拜登的这一边 是最愿意看到的 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他不能参选 但反过来 也有可能 他以戴罪之身 也仍然在法律上 允许他参选 他也许被宣布破产 也许还有官司在上诉等等 但另一方面 他仍然可以作为 共和党的 统统的参选人 和拜登对决 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那就说 他如果选赢了 那就是一个 以戴罪之身 有官司 随时会被法院 判进牢里的 因为他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一些官司的话 恐怕跟他的总统职务 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那么可能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那另一方面呢 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些支持川普的人 就等不住了 于是他们将会 采取行动 希望直接的就把川普送进白宫 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美国面临另一次内战的可能性 不是完全没有 是我们来看看 川普能不能真的 在政治的坦途上笑到最后 感谢郭总编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编 谢谢郭总编 谢谢郭总编